来到像圣人一样 后期生而生先 外期生而生存 非以其无始也 故能成其失 来 这一段很重要 这是要接刚才前面所讲的 为什么 向天地父母看起学习之后 他能够来到无我无私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专折 前面 你如果不知道 天地是什么 你就没办法有这样的格局 因为 这个就是来到看到 原来 我们背后在支撑我们生命存在的 天地是如此浩瀚 如此伟大 而一般人却不了解 却看不到 当你体会到 当你学习的道德经 你体会到的天地父母是什么之后 我们就会自然的渐显思起 所以我们的心胸度量 很快就可以打开 超越过去狭窄的格局 所以你就能够来到 后期生而生先 外期生而生存 所以得到的圣人 讨量世事性都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 只个人得失 毁欲 生死于度外 无我无私 心心系列 天下苍生 所及英格 自然能律义后代 子子孙孙 正义会 没有任何私心 得责万代 其生命自然于日月红灰 与天地共存 大家可以去想想 这种生命格局 这种生命品质 能不能具体呈现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能不能呈现出来 它就会自然呈现出来 无我无私 所以当我们向天地看起学习 把我们那个自私自利的心胸度量打开之后 我们的所作所为 就会来到这种层次 所以没有自私之心 所以考量事情呢 都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 自个人得失毁欲 生死于度外 无我无私 心心系恋天下常生 所基因的自然能利益 后代子子孙孙 这是多么高的心灵品质 而这个不是口号啊 当我们真正深入学习道德经 读懂道德经 它所要跟我们引领的 就是去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道法自然 就是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学习这种大格局 大胸襟大气度 学习无我无私 所以正因为没有任何的私心 得者万代 其生命自然与日月同辉 与天地共存 而且呢 一样会学习天际 所谓这种无条件 无所求的奉献付出 啊